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屋,欢迎来到动物托邦 照片里的这个女生曾经是韩国的超人气网红 在ins和youtube上都一度拥有过百万的追踪者 因为其甜美的笑容,白皙的肌肤和娇好的身材 她曾经被网友称为豆腐寒妞 她的名字叫做Hanner,何娜 各位励志的是明明可以靠脸吃饭 何娜却偏要拼实力 年纪轻轻就成立了自己的内衣品牌和化妆品品牌 她经营着一家网络商城 巅峰期的营业额达到了94亿韩币 然而2020年初 随着何娜公司一位前员工的爆料 这位清纯女神的另一面逐渐为大众所知 这场风波一直持续了近三年 被韩国各大媒体报道 何娜究竟做了什么惹众怒的事 为什么会在韩国持续引发舆论海啸呢 今天我们就来详细梳理一下 超人气网红何娜事件 1993年1月3日 何娜出生于韩国首尔 她的名字Hanner在韩语中有天空的意思 很多人都以为这是她取的一名 但其实这是她身份证上的真实名字 父亲给她取这个名字 是希望她能够拥有天空般开阔明朗的人生 国中一年级开始 外貌出众的何娜 就会时不时地接到一些平面模特的工作 国中毕业后 何娜去了美国留学学习美术 也就此练就了一口流利的英语 在美国没读几年书 何娜就匆匆回国了 原因是她把自己的照片传到网上之后 竟然意外走红了 网友们纷纷说她是像小猫一样可爱的姑娘 2011年何娜参与了韩国综艺 儿藏西代脸赞时代第六季的录制 从此开始走入大众视野 韩语中的儿藏脸赞一词 孤名思义就是形容长得很好看的人 不少我们所熟知的韩国明星 都是先被评选为了网络脸赞 然后才出道的 比如说宋中基 聚会善 郑融合等等 不过录制完儿章西代的何娜 并没有选择进军演艺圈 而是自己当起了老板 2013年 20岁的何娜 以1000万韩币的初始资金 创建了HunderHunder网络商城 主要销售女性内衣 何娜给自己的内衣品牌取名Nunwell 意思是每天都要穿 她还亲自担任产品的模特 2014年 何娜又开设了自己的インス账户 分享日常美照 穿搭红服等内容 粉丝很快就突破了100万 2016年 何娜参与了韩国电视台 FashionN的美容美妆综艺节目 Follow Me第7季的录制 在节目上 她宣传了自家内衣的塑形效果 2017年 何娜又开始经营YouTube频道 更加多元化地分享自己的精致生活 还晒出了各种奢侈品衣服和包包 引来了不少围观 2017年12月 何娜的YouTube频道就突破了10万订阅 她激动地秀出了YouTube银色奖牌 并感谢大家一路以来的支持 在10万订阅Q&A那期视频中 何娜大方地聊起了之前的整容经历 她说曾经拿到过一家整形医院的赞助 在那里做了龙鼻双眼皮和下额轮廓手术 后来因为鼻内甲体移味受了很多罪 经过了4次修复手术才把甲体取出来 如今这支Q&A视频已经被何娜下架了 这支聊整形的视频让大家觉得何娜不娇柔不造作 更为她的人气添了一把火 2018年5月 何娜又推出了主攻年轻人市场的化妆品品牌PitchC 不仅在线上销售还进驻了新罗免税店 后来何娜又将自家的内衣产品线全面升级 并取了一个新名字Liking 意思是Like it 2018年何娜还揭拍了强声的李施德林漱口水广告 2019年何娜参与了KBS电视台的真人秀节目 机制的大人生活的录制 在一连串媒体曝光之下 何娜人气飙升 HanaHana网络商城的营业额也一飞冲天 根据Job Greer上的数据 2019年 HanaHana商城的年营业额达到了94亿韩币 净利润高达10亿韩币 公司的规模也不断扩大 员工人数达到了20多名 何娜所创立的内衣品牌 俨然成为了韩国女性购买内衣时的首选 然而好景不长 2020年随着一连串负面新闻的爆出 HanaHana商城的营业额暴跌至50亿韩币 年亏损7.5亿韩币 那么何娜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 2020年1月 韩国企业评价网站Job Planet上出现了 这样一则评价何娜公司HanaHana商城的帖子 发帖人是何娜公司的前员工 他在帖子中说的第一句话就是 这样的公司给他一分都嫌多 发帖人强述了何娜公司里存在的种种问题 首先公司没有任何规章制度 一切全看老板心情 老板昨天还说满意的方案 今天又突然破口大骂 说这做了什么东西 本来已经同意按照A方案执行了 全体员工也都照做了 可就在大家工作快要完成的时候 老板突然就改主意了 质问所有人说 谁让你们执行A方案了 一天之内再给我做出一个新方案来 老板心情好见人就夸 心情不好见人就骂 其次上班时间是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6点 但老板认为给了钱 员工就活该做牛做马 经常凌晨也能接到老板的电话 老板如果出国旅行 则完全不顾时差的布置工作 员工们都得将就老板的时间 另外老板为人非常的表里不一 社交媒体上光鲜亮丽 实则处处为难员工 新员工入职时 老板说要措措员工的锐气 会把他叫进会议室 用笔敲员工的头 最后这位前员工说道 这家公司的缺点简直是庆竹难输 总结起来就一句话 就算是世家仇敌要来这家公司上班 我都会真心劝他千万别来 这篇帖子发出后没多久 就登上了never实时热搜第一位 和那就此深陷卡普吉尔丑闻 所谓卡普吉尔字面意思是假方行为 形容的是那些仗势欺人 遗址气使傲慢无礼的人 接着网友们又扒出了 HunterHunter公司的离职率 竟然高达91% 这还没完 另一位曾经在HunterHunter工作的网友 也站出来添一把火说 我在HunterHunter工作了六个月 月薪130万韩币 合约7400人民币 老板经常在临下班的时候 布置工作任务 加班是家常便饭 加班费自然是想的不用想的 公司没有茶水间 连饮水机都没有 员工喝水需要自己去买 有一天这位员工鼓起勇气 向何纳提议说 能不能在公司里放一些 一次性纸杯和一些速溶咖啡 这样如果有客人到访 也方便招待客人 员工如果加班的时候 员工也可以喝咖啡提神 可这一提议却被何纳一口回绝了 并且访问道说 我为什么要给你买咖啡 还有何纳经常不来公司 为了监视员工的工作 在员工电脑旁边的办公桌上 何纳安装了摄像头 可以同时看到员工的电脑屏幕 和员工的侧脸 要知道何纳曾经多次 在视频中强调过 说自己公司的氛围是很好的 在真人秀节目机制的大人生活中 何纳曾经大方的请员工吃饭 让人感觉她带员工就亲如一家 事情越闹越大后 有网友在何纳的YouTube视频下面留言说 Job Planet上面的帖子说的是真的吗 真的不敢相信何纳是这样的人 何纳则反驳说道 发帖人说的都不是事实 我从来没有做过那样的事 又有网友追问说 那么91%的超高离职率又该如何解释呢 何纳说去年下半年 公司离职率较高的原因 是我们新增了化妆品生产线 原先的仓库无法储存化妆品 我们就把物流仓储业务交给了第三方公司 所以物流和仓库管理人员 就自然而然的离职了 可何纳的说法 有一个明显站不住脚的地方 那就是她公司的物流和仓库管理人员 总不可能占比90%吧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卡普吉封波还没有平息 曾经学生时代被何纳欺负过的同学们 又站出来说 何纳涉嫌校园霸凌 一名自称是何纳校友的网友 在何纳的社交媒体上留言说 何纳从你录制脸赞时代 到后来创业 又建立YouTube频道 我是尽量的不去看 跟你有关的任何消息的 因为听到你的声音 看到你写的字 我就会想起中学时代噩梦般的生活 你在学校厕所抽烟的样子 你和高年级的学长学姐一起排挤 侮辱其他同学的行为 还有你站在KTV门前 抢路过的同学的钱去唱K的过往 这么多年过去了 你已经是成人了 也有自己的公司了 我以为你改过资新好好做人了 可最近看到Job Planet上的帖子 我才知道是我想多了 随后人们发现 2011年在拍摄脸赞时代时 何纳就曾经被主持人问到过 说网上有传闻 你是抢了同学的钱 闯了货之后 才被父母送去美国留学的 何纳的回答非常婉转 他说如果我当年借了谁的钱 忘记还了 还请你留下自己的姓名和银行账号 我一定会把钱打给你们的 接着又一名疑似被何纳欺负过的校友 在inst上发帖讽刺何纳说 借了钱忘了还了 拜托你不是借了我的钱 而是抢了我的钱 而且不止一两次 这位校友还贴出了 跟何纳一起就读过的半月中学的毕业证 作为证据 2020年1月24日 被舆论逼到无路可退的何纳 终于出面道歉了 他在inst上贴出了一封手写的道歉信 表示对过去不成熟的行为感到羞愧 也真心的向被他伤害过的所有人道歉 可对此当年被何纳霸凌过的受害者们却不买账 有人说现在道歉也太晚了吧 我一直在想你过去的恶行什么时候会被曝光 现在终于有人说出来了 我和其他被你欺负过的同学们 没钱也没背景 现在回想起当年的经历 还是会感到后怕 因为害怕被你抢钱 那时一放学 大家就赶紧往家跑 手机不敢开机 可你居然会打家里的坐机 还一直骂脏话 接连不断的负面新闻 导致HunterHunter网络商城的营业额不断下滑 2020年4月13日 何纳在YouTube频道里上传了一支鞠躬道歉的视频 视频里她没有化妆面容憔悴 她表示将承担所有的责任 并辞去HunterHunter商城CEO的职位 可短短三天之后 何纳又开始正常更新vlog了 不禁让人怀疑 这道歉是不是在例行公事 不过几天后的4月20日 HunterHunter商城的官方意思上 确实出现了这样一则告示文 发文者是公司新上任的CEO江炳源 他首先感谢了消费者 一直以来的喜爱和支持 然后又说HunterHunter是一家年轻的公司 正是因为年轻 公司在快速成长的过程中 不可避免的会出现一些内部问题 这是他们所需要改进的地方 最后江炳源说 对于舆论中出现的一些不实信息 他们会采取法律措施 听这意思是打算对揭发何纳的网友提起诉讼了 果不其然 2020年5月 何纳以违反信息通信网法和个人信息保护法 对最初在Jop Planet上发帖的前员工提起了刑事诉讼 控诉其利用信息网络对自己的名誉造成了诽谤 但最终法院认定 前员工在Jop Planet上的发言是服务于公众的 而且具有公益性质 并不构成诽谤罪 见刑事诉讼走不通 Hana Hana公司又对前员工提起了民事诉讼 声称其发文含有不实信息 要求其赔偿公司1000万韩元的经济损失 有人可能会问了 刑事诉讼告不赢 何纳就那么有信心 民事诉讼能够告赢吗 其实何纳的目的可能根本就不是打赢官司 在民事诉讼的过程中 前员工的银行账户会被冻结 不能存钱也不能取钱 这本身就给前员工的日常生活带来了诸多不便 再说了身价少说数十亿的何纳 怎么可能会在乎那区区1000万韩币的赔偿金呢 除此之外 2020年6月 Hana Hana网络商城还被揭发 有恶意操纵评论的行为 有消费者发现 Hana Hana购物网站的管理者 会操纵商品评价的顺序 让好的评价出现在上端 差的评价被挤到下方 以此来引诱消费者购买该产品 最终Hana Hana公司因违反电子商务交易法 被罚款3300万韩币 并被韩国公平交易委员会勒令整改 2020年8月29日 可能是为了挽回公众形象 并赢得粉丝的同情 何纳在YouTube上发布了一支题为 不曾说出的故事的视频 视频是在一年前的2019年10月录制的 镜头中何纳故作坚强的说道 自己的甲状线上长了一个两公分大小的肿瘤 医生告诉何纳 手术的部位跟声带非常接近 术后可能会有一段时间不能发生 接着视频播放了何纳术后恢复的全过程 末了康复后的何纳 还给韩国少儿癌症财团 捐赠了2019万韩币的爱心善款 寓意给自己多灾多难的2019年 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也是希望这笔善款可以帮到更多不幸罹患癌症的韩国孩子们 何纳说他之前之所以没有公布这支视频 是因为只想把健康快乐充满活力的一面展现给大家 数前他通知大家社交平台会暂时停更一个月 但很多不明所以的酸民却留言问他说 这是又要去整形了吗 后来恢复更新以后 酸民们看他的脸并没有变 不像是去整容了 于是就又问他这是去堕胎了吧 何纳说这些恶意留言一度让他感到非常的难过 不管这支视频是否起到了帮何纳挽回形象的目的 2020年下半年起 何纳的卡普吉尔风波和校园霸凌风波 确实逐渐得到了平息 2021年 HANA HANA商城的销售额也逐渐回暖 重新达到了70亿韩币 不过事情到这还远远没有结束 2022年10月一场世纪婚礼再次把何纳送上了韩国热搜 而这次跟何纳一起被议论的还有20多位韩国顶流明星 2022年7月23日时隔三年 何纳再次发布了一支Q&A视频 这支视频里何纳公布了自己即将结婚的喜讯 但他并没有公开南方的姓名和身份 只说他们交往了四年了 他称男友为何马先生 并说自己在做假装腺癌手术时 男友给了他无微不至的照顾 后来何纳在ins上公布的婚纱照照片中 何马先生的脸也被做了马赛克处理 可越是这样 网友们就对何马先生的长相身份以及背景越是好奇 2022年10月23日 何纳与何马先生的超豪华世纪婚礼曝光 婚礼的举办地点是首尔江南区的喇乌李唐 来宾一千多人其中不乏重磅明星 例如喜剧明星柳世纹 歌手金中国演员高俊熙 歌手Seven崔东旭 DJ Doc组合的李天空等等 还有二十几位没能到场的明星发来了祝福视频 这些明星包括李炳线李振郁 池贤宇 Super Junior Dynamic Duel 鸟叔Sign Ruin等等 不知道的还以为这不是婚礼而是颁奖典礼呢 有人可能会问了 何纳一个网红就算是名气再大 也不可能有本事请得来办个娱乐圈的巨星吧 没错 这些明星其实都是何纳老公何马先生的朋友 根据朝鲜日报2022年10月26日的报道 何纳老公的真实姓名是江永浩 1983年出生是一名激州岛的商人 确切地说是激州岛商圈的核心人物 甚至有激州岛总统之称 何纳的公司 哈纳哈的网络商城背后的真正主人 其实就是老公江永浩 以前在哈纳哈的官网上 还可以看到这样一条信息 Owner江永浩 但如今可能是为了避风头 这则信息被隐蔽掉了 所以之前何纳辞去网络商城CEO 一直合着是辞了一个寂寞呀 激州岛上有一家网红咖啡厅 名叫蒙桑德艾沃 最初是韩国说唱歌手全智龙投资开的 2017年全智龙撤回了对这家咖啡厅的投资 此后这家年收益高达19亿韩币的咖啡厅 就被PUN International公司给买下了 而这家公司的幕后老板 正是江永浩和他的哥哥江仁浩 江永浩跟何纳的婚房 位于首尔南山的豪华住宅区Upper House 那里的房子平均面积超过了80平 要知道这个平可不是平方米的平 而是一个土字旁加一个平子 这里的一平相当于3.3平方米 也就是说Upper House住宅区的房子 都是200多平米的大平层 这里的房价区间在95亿韩元到130亿韩元之间 也就是说何纳的婚房怎么着 也得小100亿韩币了 2022年10月27日韩国SBS艺人新闻网 又放出独家消息 说何纳的老公江永浩在2009年到2010年间 曾操纵排球比赛结果 从而获得非法赌博收益 后来遭到指控并被判入狱 事情的始末是这样的 2009年韩国南排运动员连顺浩 曾经在某比赛中假球被抓包 说他在关键时刻故意输球 以此来和赌球中介谋取暴力 而此赌球中介就是江永浩 2022年10月29日韩国YouTuber Kuzeo发布视频称 他疑似找到了和那老公江永浩 当年赚取非法赌球收益的判决文书 文书显示江永浩不仅涉嫌操纵比赛结果 甚至还是某非法赌博网站的幕后经营者 多年来赚取了超过275亿韩元的赌博资金 现在我们似乎理解了 为什么和那在所有社交媒体上都给老公照片打码的真正原因 更离奇的是早在卡普吉封波时 就有网友在和那的YouTube视频下面留言说 4-5年前你以美人际故意接近某体育职业选手的事 你不会忘了吧 那个职业选手是我的朋友 他还以为你对他有意思 每周都出去跟你约会 结果你把他介绍给了一个赌球中介后 就消失不见了 这条留言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 如今再被翻出来 网友们才恍然大悟 也许早在恋爱之前 和那和江永浩在生意上就有着诸多交集了 说到这儿 有人可能会感到好奇了 过往如此不堪 为什么江永浩如今还能够风光无限 跟和那高调举行如此豪华的世纪婚礼呢 正所谓受死的骆驼比马大 韩国娱乐记者李正浩表示 江永浩的财富起码是千亿韩币级别的 所有到基州岛做生意 拍片工作的艺人 几乎都不可避免的要跟江永浩打交道 其中很多艺人根本就不知道江永浩的过往 只觉得他性格好 做事考虑周全 又不喜欢占别人的便宜 像是个值得交的好朋友 记者李正浩还表示说 在韩国能像江永浩这样 拥有这么广人脉的人 可能一共都不超过十个 2023年初 随着韩剧黑暗重要的热播 人们又想起了 何那霸凌同学的黑历史 有网友在何那的inst上留言说 姐姐你看过黑暗荣耀吗 结果问这种话的网友 都被何那无情拉黑了 如今何那的inst粉丝数量 已从巅峰时期的100多万 跌至了90多万 YouTube订阅数也从90多万 跌至了60多万 但何那依旧照常更新 还是会晒出她的奢侈品包包 她在世界各地旅游度假的美照 视频下面依然有一群人说 世界上怎么会有像何那这么可爱的人 等了好久的vlog了 何那我爱你等等 也许正应了那句话 互联网时代 人们的记忆只有七天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节目见了拜拜